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出门主要是在森林徒步做玩温度 唉 梅了一整年 很丑丑都在出发前 去的街已经超过大半年没去 又依然多人到爆炸的河狗吃过早餐 其实要排队入场吃饭 一直以来都不是我的风格 别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吃早餐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人流太多远固 食物水准似乎有些下降 有一段日子没来 起微行馆的时候 本来计划是每星期来一次 希望未来一日子不会再有疫情爆发 如果不是的话 出门吸淡新鲜空气 都会变成奢侈的事 大家好 又是我行蛋哥 今天是森林徒步第一站 今天是星期三 现在是早上的小店 走到第五站 现在是十二月份 最近经常下水 政府最近已经放出限制了 在树南河一带 山都要封了 之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去行山了 有时我会想 如果疫情都会变成 再到爆发至不受控制 到时又要长期吐在家 我会不会像刚才那样 无缘无故跳起来发电呢 无论以后会怎么样 现在最重要的 都是珍惜当下 来到大自然的怀抱 当然是大肆呼吸新鲜空气 现在是十二点十五分 走了一个小时太太多 今天要趕时间去另一个地方 所以有些号码是skip了的 不过都出了一身汗了 走了七千多鲜 现在就到这里位置 拜拜